大家好,欢迎收看本视频 我是千锋云计算学院阳哥团队的王老师 我们上节课主要讲的是我们的虚拟机克龙 那么这节课我们来讲增量镜像 我们增量镜像是属于扩展内容 大家了解即可 那么首先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什么叫增量镜像 我们增量镜像就类似于VMware里面的链接克龙 它占用的空间是非常的小 在这里我们也是以原来的虚拟机为基础创建的一个新的虚拟机 如果将原来虚拟机删除 那么这个新创建出来的机器就不能用了 它所占用的空间就是我们新创建出来的机器 新添加的数据占用空间 那么其他的空间还是被原来虚拟机所占用的 我们增量镜像你可以理解成就是基本镜像的一个副本 拥有和基本镜像一样的一个环境 也就是说你基本镜像里面有什么 增量镜像里面就有什么 那么我们这个实验的目的就是通过一个基础镜像 把里面把各个虚拟机都需要的环境都搭建好 然后基于这个镜像去创建增量镜像 然后再为每个增量镜像创建一个虚拟机 对应一个虚拟机 那么虚拟机对镜像中所有改变都记录在我们增量镜像里面 也就是说我们新出来 我们增量镜像对应的这个虚拟机 我们做的所有的操作 我们存的一些数据了改变了 都会记录到我们这个增量镜像里面去 那么基础镜像是始终保持不变的 我们的功能 它这个功能可以节省磁盘空间 快速的复制虚拟机 我们的环境需要准备一个基本镜像 然后通过这个基本镜像再去创建一个增量镜像 创建一个增量镜像 然后同时也创建一个虚拟机 创建一个虚拟机 首先第一步 我们是需要先去创建一个增量镜像的文件 我们创建一个增量镜像的文件 那么我这里呢 用我们现在已有的虚拟机作为我们的基本镜像 作为我们的基本镜像 也就是我这台VM2这台虚拟机 VM2 那么在这里呢 我先将这两台机器全部删除掉 这是我们克隆出来的那 克隆出来的那两台机器 Delete 好 那么现在我留下了这一台机器 那么我们来 我来调一下 调一下这个位置 那么首先我们先去创建一个增量镜像 qemu-imgcreate-b指定你基本镜像 指定你基本镜像 我这个基本镜像 在var下的labor下 labor word下的images 我们叫VM2.img VM2.img 通过这个基本镜像 我们创建了一个qcow2格式的增量镜像 叫node4 我们创建到哪里去呢 也是var下的labor下的labor word d labor word下的images 我们默认的存储池中 默认的存储池中 然后我们回车 好 我们这个增量镜像已经创建成功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详细信息 info var下的labor下的labor word下的images 叫node4 查看你增量镜像的详细信息 格式 qcow2 它的虚拟大小5个G 它来源于哪个镜像呢 VM2 好 VM2 好 我这里清一下屏 那么在这儿呢 我们要有一个注意哈 就是这个实验呢 我们是针对qcow2格式的 镜像文件做的 就是没有测试过这个rew格式 镜像的文件是否可行 大家注意一下 我们的增量镜像 我们增量镜像已经创建成功了 那么现在呢 我们需要去创建虚拟机node4的 xml的这个配置文件 同样 我们将 拷贝我们的VM2 这台机器 的配置文件 给它拷贝成我们的 vm4 拷贝成我们的node4 LibreWord下的qe node4.xml 然后我们对它进行一个编辑 那么进来之后呢 我们首先呢 需要修改它的名字 名字不能一样 我们的名字不能一样 node4 然后UUID我们也不能一样 UUID也不能一样 我们要改 这个UUID就相当于是我们的身份照 身份证号 它都是唯一的 唯一的 然后内存和CPU这块是可选的 我们就不做进行修改了 然后下面呢 词盘镜像文件 我们是不是得改成我们的那个增量 镜像 增量镜像文件 然后还要修改哪里呢 我们的mark地址 我们mark地址呢 只能修改后三段 那么我们修改其中一位 就可以了 好到这儿 我们的配置文件呢 已经修改完成 那么修改完我们的配置文件之后呢 我们要给它进行一个Define 定义一下 Wars Define 我们新创建的这个 node4配置文件 UEMU下面的node4 OK 我们重新定义了 重新定义之后呢 它这里生成这个虚拟机 然后我们把它启动起来 Wars Start node4 然后启动起来之后呢 我们登录 看看能不能正常登录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进到这台机器 我们检查一下 看能不能正常登录 如果能正常登录就OK 我们输入用户名 密码 OK 没问题 我们是可以进行一个正常登录的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虚拟机也已经创建成功了 那么我们需要进行一个测试 我们测试呢 是在我们的宿主机上面进行一个测试 通过DU命令 通过DU命令 我们DU命令呢 来是来查看它的大小的 -H呢 是以单位的显示 我们先查看的是我们的基本镜像的大小 然后又查看了一下我们增量镜像的大小 首先我们先来正常操作 DU-H 查看我们R下Label LabelWaterD 下的Images 我们的基本磁盘镜像 VM2 5.1个G 然后再查看我们的增量镜像 叫Node4 它是15兆 它是15兆的大小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进行一个测试 在我们的虚拟机Node4上面 增量一个200兆大小的一个文件 就是我们去创建一个200兆左右的一个文件 我们在虚拟机上面 那么我们进入到Node4里面 通过DD命令 我们DD呢 指的是用我们的块 创建一个文件 DD if 我们是指的是从哪里去拿这个块呢 DV下的Zero 这个空 空块 空设备里面 空文件里面 我们去给它拿 OF 输出 输出成一个文件 叫什么名字 起个名 Test 好 BS 我们一个块多大呢 以兆 CVNT Count一共拿多少个块呢 200个块 一共是200兆 回车 这样的话 我们就创建了一个文件叫Test 在当前目录下 因为我们 Off这里并没有指定路径 它默认会创建在当前目录下 那么到这儿呢 我们又来进行一个测试 还是先看的是它的基本镜像 然后又看我们的增量镜像 那么我这里呢 空个格 我们便于区分 我们先看基本镜像 5.1个G 好 我们再看增量镜像 哎 396兆 396兆 那么 我们所做的这些操作呢 它都是也有变化的 它都也有变化 那么到这里呢 我们这个增量镜像呢 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的增量镜像就已经完成了 好 同学们 好 我们下节课再见 再见 好